另外在这里看到人人体重管理基金会 首次在花莲办理健康新食育活动 主要是针对花莲六年级的血统 给予孩子们正确的营养观念 帮助孩子身体以及心理健康病境 并透过参访香右香便当调查局 实地了解营养午餐的制作过程 让孩子们从体验中对食物营养概念有更深刻的印象 营养师文先生表示 食物与情绪是有关联的 这次活动所告诉便当的旅行 并且在课程当中讨论情绪与性少年烦恼 如亲情友情 性环境适应 课业压力等等 引导情绪低落的时候可以疏压 以及掌控情绪妙法 做自己的情绪主人 营养师终于代表的是 情绪是人类的本能 无论是让感觉舒服还是感觉很糟的情绪 都是我们的一部分 无法去除它 情绪会影响到行为模式 但不了解情绪是如何发生的 甚至不自觉的对自己或是别人做出不适当的行为 会不舒服的情绪出现 自心里某种需要被满足 让孩子们从小观察自己的情绪 表达心理的需求 在成人路上能够培养 包容以及更坦性的思维 学习人际关系的沟通 才能够成为真正情绪主人 坚果种子类 好因为芝麻可以榨出芝麻油 请问它的口径 你不要认识一样的吗 有啊 那个你有没有 没有哪里就认识吗 有它不是真的有男子OK的 那些是好像有看过那是都不是很熟 好这些是我们常见的实体表彰 但是这个跟我们的健康实体 认识体重管理基金会 这次办理活动 透过生活息息相关的议题 使孩子们可以在各场上所学 带入家庭以及学校的生活当中 去注意品质的饮食 建立一个更健康的童年 期盼未来在花莲 能够持续办理相关的活动 造福血统更多的知识学习以及体验 记得喜欢华说的